手游酷玩 太阳神的话就是火焰坦克了 因为他本身的这些伤害或者是定位能力不如寒冰坦克 所以说整体的话还算是一样中上级别的车辆吧 但并不是很低等的 那肯定是不如寒冰坦克 那他们两个寒冰跟火焰配合的话 可以打这个高级锦标赛呀 但同时他们两个最好最少最少要升到这个白银二级 那最好是黄金一级啊 那这样的话更妨妥 现在咱们寒冰坦克还差五个牌子就可以升到黄金一级了 那也是我们第二辆黄金车 那第一辆的黄金车是我们这个马克一啊 但其实马克一这个黄金一级 其实如果你是对决的话 甚至打不过白银二级的这个寒冰车辆 如果操作得让的话 这个白银一级的寒冰坦克就可以吊打黄金一级的这个车辆 那同样是寒冰坦克对寒冰的话 这个就没得说了 这个伤害都一样 如果你打的都一样准的话 那基本上没区别 看谁先手这个就是 同时对地图的讲究也很主要 那这个游戏的PVP模式还是比较坑爹的 因为你用一辆青铜级别的赛车 甚至可以去匹配到对面一辆黄金级或者是白银级的 这个就没法玩了 因为这个青铜白银黄金并不是只是代表断位 同时它的车辆会有一定的属性加成了 那喜欢咱们视频的朋友们可订阅手游扩玩 我们有很多精彩的游戏视频 那坦克之心不知不觉已经更新了70天 我们也即将解锁这个辐射坦克 到时候会一同试玩 让大家看看不同坦克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效果 以及装备啊 好咱们来终结这三辆车 再来一发火焰突击 看看究竟可不可以打准 这一定要往高打呀 但我感觉这个位置好像不太行啊 容易直接打到外边去 咱们不行来试一下 看看它的这个能力究竟是如何的 诶 这个车辆好像突然间卡住了 这什么原因呢 那说是这个司机睡觉了 有可能这个司机睡着了 诶 这个真是啊 这个在对战中 司机竟然公然睡大觉 这个车长也不管一管他 那现在这个车辆是如何配员 是一人还是两人呢 那我感觉这种游戏的话 它差不多如果是设计的话 肯定会设计出就只有一个人呢 因为毕竟是简单的横板坦克对战 好咱们来换上一个更强的炮 来终结它 因为这个炮是属于中进程炮啊 如果没有打到 它会在地面一直滚落 直到走到最大射程 还是比较给力的 我去对面发射出这个密集火箭炮 想要终结我们 那咱们也不该是弱啊 一定要瞄准它 拿一个空中的火焰开花 这一击就可以搞定它了 差不多 我去两辆车全部搞定 就算不搞定它们两个重叠的话 如果同时发射炮弹势必会自己自爆了 那本期游戏呢 大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靠谱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互玩 我们也会在后续更新 更精彩的坦克之星 我们下期再见